为何在水族馆见不到大白鲨? 难道因为太凶残吗? 原因你绝对想不到 很多人都喜欢去水族馆玩 近距离地观赏海洋生物 但让人奇怪的是 不论大家去哪一个水族馆 都看不到大白鲨的身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怕大白鲨误伤人类吗? 其实大白鲨的经济价值早已被人类发现 世界各地的大型水族馆 都想靠大白鲨很赚一笔 那它们为何不付诸行动呢? 究其原因主要还是因为捕捉大白鲨的过程太过困难 一条成年大白鲨的身长一般在4.5米左右 极个别营养好的还能达到6米 当然它们的体重也超乎人类想象 虽然人类并不在大白鲨的食谱上 大白鲨也不会主动攻击人类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只要察觉到周边危险 大白鲨绝不会坐以待毙 因此如何捕捉大白鲨 也成了最让人头疼的问题 稍有不慎还会搭上自己的小命 除此之外 大白鲨在反抗的过程中也很容易受伤 虽然它们是海底世界的顶级烈士者 但它们却从不是人类的对手 只要人类有心让大白鲨上岸 那大白鲨肯定难逃宿命 不过大白鲨可不是乖乖听话的主 就算受伤它们也一定反抗到底 所以即便是人类捕捉到了大白鲨 那它们也会或多或少的受伤 水族馆想要养殖的 肯定是健康强壮的大白鲨 一旦大白鲨受伤 它们就只能白费功夫 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 给大白鲨打个麻醉剂 不就省事了吗 虽然麻醉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大白鲨 让它们失去反抗能力 但这一方法也不是百分之百成功 一旦大白鲨苏醒过来 它们一定会绝地反击 如果导致捕捉大白鲨的人失去生命 那就得不偿失了 所以既不想伤害 还想成功捕捉大白鲨 是一件难如登天的事情 就算人类幸运地让它们上了岸 长时间的运输也是一大问题 不光运输工具难选择 而且过程中还需大量的海水 所以并不是水族馆不敢养大白鲨 而是现实太古感 说到这儿就有人疑惑了 难道人类拿大白鲨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其实不然 先前人类就曾圈养过大白鲨 但遗憾的是无意成功 1950年加利福利亚的海洋馆 幸运地捕捉到了一条健康的大白� 为了带动当地经济 工作人员当即决定把它运回馆内供游客观赏 但没想到这条大白鲨紧活了一天就过世了 面对这一情况 工作人员也慌了手脚 至此之后 如何养殖并展示大白鲨 就成了它们的头等大事 但可惜的是 不论它们用什么办法 每一条大白鲨最终都会以死亡收场 最久也只能存活6个月 那么被圈养的大白鲨 为何会离其死去呢 主要还是因为水族馆给它们的空间太小 让它们失去了自由 一直生活在海洋里的大白鲨 老已习惯了无拘无束 它们不仅可以在海洋里肆意地畅游 而且还能随时捕食猎物 但到了水族馆之后 它们就只能等待人类的头位了 时间一长 它们就失去了生的希望 除此之外 大白鲨的呼吸系统也是一个致命因素 与其他鱼类不同的是 大白鲨并不能主动用腮呼吸 只能通过冲撞式的呼吸来维持生命 每当它们有动食 鼻孔吸入的海水就会通过鱼塞 而鱼塞就可以排出多余的海水 将氧气过滤到肺部 所以大白鲨就连睡觉都在游动 一旦静止超过10分钟 大白鲨极有可能会窒息而亡 因此水族馆并不能满足大白鲨的生存所需 狭窄的空间不仅限制了它们的活动 而且还很容易导致它们出现氧气不足的情况 另外 水质的不同也会导致大白鲨丧命 想必有不少人都知道海水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 除了我们了解的盐分和生活所需的营养之外 里面还含有大量的有机物以及其他惰性气体 之前就有专家表示海水可以提纯 但却无法合成 说不定水族馆里的水就是缺少某种成分 才酿成这一悲剧的 当然长期生活在水族馆里的大白鲨 还会出现抑郁现象 它们本就是海底食物链的王者 是让其他海洋动物闻风丧胆的存在 但到了水族馆之后 它们的天性就得到了约束 只能在小范围内活动不说 而且还吃不到想要的食物 这时如果人类的头位不能满足它们的虚情 那它们就会出现巨石行为 最终的结果可想而至 所以为了经济利益而圈养大白鲨 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情 好在人类已经迷途知返 你们觉得水族馆为何不敢养大白鲨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并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